大家好,我是Ian,Ian Tsai 我是目前在美國工作了快要好幾年了 之前在台灣一直都是參加JCConf Java TWJUG算是已經有點資深的講者 今天這一場我們講Redis Cash 設計漫談 這一場算是一個心得吧 我稍微把過去這幾年 特別是我在2019年到2022年 這三年多將近快四年的時間 在Smart News 就是一間日本的新聞公司 那還有一些加上一些我這陣子以來 在幫朋友做一些算是 一些consulting服務吧 也不能算consulting 就是他們遇到一些技術問題 問我 那剛好我Redis比較熟 我就跟他們 就是了解一下他們的需求 然後做一些需求分析 那留了一些算是記錄下來 那今天這一場就算是分享給大家 那對於一些 今天這樣我會講比較 比較 初階 初中階一點 我不會講太深的東西 像什麼那個 Redis有一些特異功能 像是Streaming Stream 就是Event Sourcing 或者是一些 比較特殊的應用 像是Geospacing 這些東西 其實我之前是有講的 但是後來發現 這些東西好像太 太特化了 特化到某些特定的場景了 那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不是很好用 所以這些東西 我就不想去講它 我就是講比較 更加專注在 大部分的開發人員 都用得到的東西 所以希望說這一場講下去 對大家來說真的是有點幫助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吧 好 Table of content 大概是這些東西 第一個 什麼是Redis 稍微大概的介紹一下 然後再來我會講一下 使用Redis的情境 以及你什麼時候 不應該用它 這邊稍微透露一下 稍微解體一下 就是Redis它不是一個 特別當你今天是在 你今天是在原端上使用的時候 其實不要說原端 你在自己家用 它也都不是 你都不應該把它當成是一個 很便宜的solution再用 OK 因為Redis是 你收它背後的 它的背後的基礎 它的那個基礎假設的話 你知道它是建立在memory上面的 它建立在你要有很大的memory 然後memory很便宜 然後你有辦法就是 那個 然後你不需要它 超級超高可靠 它已經算很可靠 所以 Redis開始漸漸把自己 就是它開始 踩一隻腳到 Database的 或者說Data Storage的領域去 但是 我個人 我仍然不認為它是Database OK 但是你如果開始 在一些你的場景 特別是 你需要做MVP 或者說你想要做一個 Proof concept的東西 你想快速抓一個東西 然後抓一個Storage來用 然後你又希望它 它的Response Type Super Good 就是它的回應超級快 然後使用者經驗超級好 那Redis是一個很棒的 很棒的東西 好 那 但是它有不適合的情況 那就是 第一個它貴 它不便宜 所以 如果你今天的應用 或者說你理論的Datase大小 非常大的時候 你就不應該去用 你就要考慮了 不是你不該用 你要考慮 你要考慮 這個投資回報率是多少 那再來我會講一些Cash的設計準則 一些 就是你設計Cash的時候 你需要注意的事項 那當然這個設計準則 講起來很乾 所以我大概 稍微列一些 我覺得重要 那最後實際 當然都是透過實際應用案例 來解說 這些東西是怎麼放在一起的 好 我覺得我這樣抓好了 這樣好像聲音比較大 好 好 好 那什麼是Redis OK 這個快速再過一下 全名是Remote Dictionary Server OK 那 當年 當年是這樣講 因為當年很單純 key value 沒有別的了 一開始的時候 他競爭對手 他競爭對手 就是這個 當時是mancash d mancashd更早 OK 那再來是Redis 那 那 但是Redis到後面 就是 他的開發者是一個 我個人 我個人蠻欣賞的一個 就是 的一個 一個成設計師 他就是在上面不斷的耕耘 然後慢慢的加東西 慢慢去 他不斷去思考 你去看他的Document 他最早 他不論從以前到現在 他的Documentation都是我很喜歡的類型 就是他第一個很乾淨 然後 任何 他沒有廢話 任何時候你的 你的 你要的指令是什麼 就是上面打 他就給你 然後就是列清楚告訴你 你大概怎麼做 然後底下 底下的那個Documentation都寫得非常的乾淨 是我個人認為 絕大部分的軟體 API產品設計裡面是 做得最好的其中一個 OK 那他的特性 第一個當然是 分散是 其實是 分散是應用Dependent上他 OK 他自己本身其實沒有什麼好分散 他就是一個 自己一台機器 然後這邊跑 OK 他能做的事情就是 他把 他唯一能夠分散的東西 就是 他會不斷的 每隔一段時間 把自己的snapshot Dumb出來 或者是用什麼方式 把它Dumb出來 然後你可以去 然後 然後 如果今天failover的時候 如果crash的時候 我可以再重建一個 OK 再 越早早期的時候是這樣 那他後面 他開始有一些 他的一些clustering 什麼東西的設定 他想盡辦法 讓他變得更加的可靠 但是 這個可靠性 當然如果 如果在沒有this的情況下 你跟 你跟 SQL database 什麼比起來 這個還是有一個差距在的 但是 不到 我覺得 這都是比較出來的 你今天應用到底需要到什麼程度 那 在很多時候 他還是OK的 好 那 一般來說 我們說 他是一個 key value 的一個 data store 那 他的 durability 是case optional的 好 那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還很早年的時候 大概 可能 已經快要十年前了吧 還多少年前 我們還會拿去跟mancatch比較 我們還會覺得 我們要mancatch比較快 還是幹嘛 但是 到後面 他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現在應該 大部分的人 都比較考慮用redis了 好 那 什麼時候 我們該用 When and why to use redis 那 我自己在講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其實蠻在乎 你什麼時候不該用 就是你survey一個技術 或者說你看一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最重要的是 你什麼時候不應該用 你不能只講 你要用 你要講 你同時要講 你什麼時候不要用它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好 那這個特性 其實我剛才已經稍微介紹過了 第一個 它貴 特別當你在 AWS 或者是這個 Google GCP 還是什麼 那個Azure 就是你在雲端上面用它的時候 畢竟它就是 就是要吃掉一大塊 你會要求 那個廠商要 很大一塊的實體記憶體下來 對 因為你redis的東西 是跑在機體上的 好 所以 因為它跑在機體上面 它才能夠保證 很短的回應時間 然後它可以支援這個 相當大量的QPS 好 那 呃 這裡 我剛剛本來想要找一下 就是 一個 比如說 AWS上面 一個 一個redis image 它 大概可以稱 QPS可以稱多少 因為我記得 當時有個數字 我現在已經突然間熊熊想不到 但是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那個數字其實是蠻高的 OK 那個數字其實是蠻高的 好 那 如果 台下有人找到 大家可以舉手跟我講一下 好 那再來是 好 因為這些東西 所以有些情況下它不好用 好 什麼時候情況下不好用呢 第一個是 其實絕大部分的cash 遇到土逼的情況都不太好用 如果你今天是business to business 比如說 你今天服務的是 你今天是 你今天是做一個你自己的產品 或者是你自己的服務 然後你的客戶是另外一間公司 你的客戶都是很多間公司 而不是個人 然後這些公司每一次一來 他都是去query他自己的企業用戶 舉例來講 CRM 如果你今天打造了一個 客戶關係管理系統 然後 你是用SaaS的服務 把它賣給 許許 像是Salesforce這樣 賣給許許多多不同的客戶 那你很難cash 因為每次query進來 一定cash4 一定page4 對不對 我們用那個OS的術語去講它 就是page4 就是catch miss 你always catch miss 為什麼 因為每次進來 第一個ID是enterpriseID 第二個ID是countryID 好 那對不起 每次進來這ID肯定不一樣 我A企業跟你B企業 不是同一家企業 我A企業底下的一個countryID跟你 即使在同一個企業裡面 A企業底下countryID 第一個countryIDA 跟countryIDB 也是不一樣的country 所以你看這種 潮狀結構很深 B2B的情境下面 大部分的business object 它的object hierarchy 都非常的深 然後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每一個 你的這個 logical的business object 甚至底下的entry量 可能非常大 一個countryID底下 你有七八千 甚至上萬個order 或者是這個什麼 有的沒有的東西 你會有order order item 你會有這個bomb表 諸如此類的 好 這些東西都是沒辦法catch的 或者說它很難 你不能說完全不行 但是它很難catch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用這個reddit 可能就很難發揮 因為你always catch miss 那所以說 像是一些 一般的後台應用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一般的後台應用 比如說 你今天是 你們是SI廠商 這樣講 大部分的SI廠商 你看到reddit 你差不多可以跳過 這樣子 因為你服務的 你的應用情境下面會很難 你要仔細去思考 不然你其實很難碰得上 這個reddit可以幫到你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 我需要很高的資料一致性的場合 也就是說 我的這個data consistency 因為你用了catch 這其實不是reddit的鍋 這其實是catch本身的 你用了catch它先天就是這樣 你用了catch 你就是 你的eventual consistency tolerance 就是要比較大 ok 就是說 我不能說 我今天 加了一筆資料過後 我按了一個like 然後我refresh page 你馬上就要給我結果 好 那你今天如果要這樣的話 那你要用catch 這個就比較難 不是辦不到 是比較難 ok 然後很多時候 這種時候 reddit可能不是你最好的選擇 也許你該選dynamoDB 也許你該選其他的 其他類型的no SQL data storage 你不應該考慮reddit ok 好 所以 大概是這樣 所以 排除掉不好用 那好用的情況是什麼 好用的情況就是 你今天有一些東西 所有的user在這個使用情境下 他都會要的 所以你有一些高價值的目標 高價值的object 或者是一些business object objects 他們的可重用性非常的高 但是他又是要動態深層的 他又不能夠 就是 他又不像是你用一個那個 那個 CDN或什麼東西 可以去 可以用edge computing去服務的 好 那這種情況 好 那reddit就可以幫到你很多忙 好 OK 好 所以什麼時候你可以要用 當你今天是一個to see的服務下面 to see 因為 一般來說to see的服務 舉例來講像smartnews 就是一個to see的服務 所以在smartnews裡面 而且他的re-write ratio 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他畢竟是個新聞平台 好 那新聞平台上他的re-ratio 他的re可能是 這個 這個 可能是 可能是1000比1 或者是10萬比1 這種水準 你這個新聞平台 你沒有什麼好write 你按一個like 可能就是一次write 或者是你今天 給個comment 是一個write 可是大部分說 你看完新聞 就看下一則 再看下一則 再看下一則 所以你的write 是超級少的 可是你的read 超級多 因為每次你都看一個新聞 每次你都看一個新聞 OK 所以在這種re-write ratio 超級非常大的時候 而且是to see的場景 也就是說 不同的人會去看 看到同一篇新聞 或同一個group底下的新聞 這時候cash就幫很大的忙 OK 那待會我們會介紹一個 比如說一個 全台灣的停車場系統 如果我想要用redis怎麼去做 我要用redis來幫助加速 這個停車位的呈現 今天某個停車場有沒有停車位 這呈現怎麼做 待會我們會講到 好 所以今天你有一個高價值目標物件 你有高價值的目標物件 比如說全台灣所有的停車場 裡面所有的停車位 是不是 先假設我經營 假設我經營use base好了 或者我經營一個什麼 什麼媽媽那個 嘟嘟房好隨便 好 那我今天全台灣所有我的停車場 所有我的停車位 這個 這個車位我是不是可以去 我是不是可以 可以去停 它是不是有空位 好 像這樣子的東西 一個統計上的數字 我今天想要得到一個 那個eventure consistency 還OK 然後 但是每一個人來查詢 都可以快速得到結果的情況 請進去下面 欸 redis也許是可以幫到你的忙的 好 好 好 那 再來是 我們用redis 你還有一個考慮的點是 你需要跟 傳統的application in memory cache比較 好 但這邊也不能叫傳統 好 這樣傳統也可以 就是說 什麼是application in memory cache 我不知道 各位聽過 Caffeine cache的人請舉手 Java Caffeine cache 很多嘛 好 好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 好 Caffeine cache就是說 我今天在Spring boot底下 我可以 我其實是可以拿 java application server的memory 在裡面做一個cache的 OK 我其實是可以拿這東西來做cache的 我不見得一定要用redis當cache 我可以拿application in memory來 application的memory space來當cache 好 可是 你要這麼做 那 application memory是很寶貴的東西啊 你要拿它來當cache 那你肯定要給我一個很好的理由 所以 呃 什麼時候我們要application in memory cache 第一個就是 如果有一種data object 每個request進來都會去要它 但是每個user又都是要一樣的東西 可是它又是always在隨時間不斷在更新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可以考慮application in memory cache 舉例來說 全台灣鄉鎮縣縣市的 這個資料 假設你的應用裡面 always要 讓使用者去填他的地址 然後你不希望他自己手打 你就是給他一堆選單嘛 有沒有 一個foam嘛 然後他要選台北市還是 選台灣所有的城市 然後選這個 這個是信義區 信義區收藍區還是中正區 然後最後要選它是什麼 它在哪條路上面 是這個中校東路還是信義路 還是神愛路 到最後你要選幾段幾弄幾項 好 這些東西裡面有一大堆選項嘛 對不對 像他是選單嘛 好 那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我可以丟到coin sign 因為這東西幾乎不會動 不會變化 好 可是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 你們公司的產品清單 或者是你們的服務列表 或者是某些東西 他會動態生成 或者是他會動態的變化 但是所有的用戶用到都同一個 不是沒有不同一個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比較特別 OK 或者說 他即使用到不同的 他也可以 先拿一個super say來 然後三三點點 得到一個結果再回去 那這時候application in memory cache 就很好用 OK 好 所以 什麼時候用application in memory cache 如果你這個資料 它的theoretical data set很小 它theoretical data set很小 然後又是大家都用得到 好這時候考慮application in memory cache 你就不要用Redis 直接application in memory 好 那 那還有一種情況 當然你這時候用 你要考慮另外一個是 你有multi region multi region當然是一個比較大的課題 我覺得可能這裡百分之 99的人可能都用不到 好 那你今天如果是一間跨國的企業 你在全球 比如說五十幾個城市 幾百多個國家都有點 然後你今天服務要求 在譬如說每一個 每一個任何一個國家 去存取你們的服務的時候 你的latency都要維持在 譬如說200 100微秒以下 那這時候你需要multi region OK 那一旦你用了multi region 你的request進來 你簡單講你用了multi region 你就是希望它夠快 OK 你就希望它夠快 那 那 在大方向上 你就希望response time 要夠短 那 user response time要夠短 那你今天既然 user response time要夠短 你當然這時候 你就要考慮 用redis 你的redis 跟in memory 就用進來 好 那這時候 一般來說 在multi region 底下 我也可以 這個application in memory 甚至redis都是根據地方來決定要load內容 因為我application啟動的時候 那個region是一個重要的variable 一個environment variable 它會進來 我可以根據它來決定我要load什麼樣的內容 OK 那 當然這是一些比較進階的東西 可能大部分是用不到的 OK 好 那我們就跳到設計策略這個地方 好 好 那這個 一樣 什麼時候你要 你今天好 今天假設你的場景都ok 你今天 就是 你做的是to see的服務 然後你今天 這些都可以 那 你 你用下來的時候 你還是要稍微考慮一下 你現在 你作為一個開發人員 即使你在一個 很多時候你要用redis的 很ok的情況下 你還是要看一下 以你現在的這個專案來說 你是不是要用redis 因為即使它適合用redis 也許你沒有足夠開發時間 或者也許你沒有足夠的 或者這個成本運作成本太高 你寧可犧牲掉response time 你也不要它 花這麼高的成本 來跑這個服務 ok 所以有時候不是 就是 它 OS C3取2的東西 就是 你三個選兩個 你要 你是要快 還是要貴 還是要 就是 你總是要犧牲某些東西的 ok 好 你今天如果 又要快 然後你又要它 你今天要快的話 抱歉 你今天要很快的話 那一般來說 你就是會比較貴 好 然後 你用redis 它的開發跟維護時間 你都要增加 額外的開發跟維護時間 ok 什麼是 額外的開發跟維護時間 比如說 待會我們會講到 load on demand 跟preloading cache 好 那你今天要preload cache 表示你要有一個backend thread 你要有一個獨立的process 也許它可以用 或者是一個message queue 去trigger 好 那 這東西是額外的工作 然後它會讓你的code readability 並 降低 因為你的情境開始變複雜了 所以你開始要去看說 好到底 我今天 我今天 一個關鍵字丟下去 會找出來的東西就更多了 好 然後不同的process 這種backend process 一般來說甚至可能 跑在不同的server上面 它跟 應該說肯定 在一個microservices的configuration底下 它肯定跑在不同的process上面 ok 那這中間會不會有一些 交互上的問題 一般來說是不會有 但是 如果你沒寫好 可能會遇上 好 那不管怎麼樣 這些東西都增加你程式碼的複雜度 也就是說 接手要維護這個系統的人 甚至是你自己本人 要改 要幹嘛 都會花更多的時間 好 那我們再來就講剛剛提到的load on demand 好 那 cache的 我們今天設計的cache 第一就是看 data synchronization 什麼時候 這個 因為 所有的cache最後都是要跟你的data source 在邏輯上 在邏輯上是一致的 就是所謂的 這個consistency eventual consistency 最後你要一致 那這個一致誰來保證 誰來做這件事情 誰來把資料庫裡 產生變化的東西 反應到cache上 OK 那 有兩個策略 第一個策略是load on demand 就是我的user request 誰負責改database 那個process 那個request 就負責去改cache 這個應該算是write through anyway 或者說 誰 誰去load cash的時候 發現cache miss 或者是這個cache 那個cache已經過期了 那 再去重新load 所以 會有 簡單講這種策略就是 對不起 剛剛講那個是 之前那個write through 先忘掉 我先講 先講load on demand load on demand是說 一個user request進來 如果今天這個request發現 他 他根據當下request 的contest 去生成cache key 然後拿這個key 去問cache object的時候 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expire 或者是這個 或者是 cache miss 那不論expire或cache miss 總之他要重新load 他就會去執行 這個loading的動作 也就是把資料 從資料庫裡撈出來 然後塞到cache裡面去 也就是說你要抓一個 倒霉鬼 那 loading man這個策略 優點是什麼 優點是他很好寫 你只要webbackend寫一寫 然後這個 你原本是直接 寫資料庫 從資料庫裡讀出來 然後現在你要加一層 cache層 那你就是寫資料庫 然後也許你再加一個 同時寫到cache去 然後讀的時候呢 是先讀redis 然後redis讀得到 好那沒問題 那如果redis已經沒了呢 因為你可以在redis 這個key射一個expire 你可以射retention 好那如果它expire掉了呢 那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你redis 撈不到資料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你就變成 直接去query SQL 然後query回來的結果 順便塞一下redis 然後再response回去 這就是load on demand 好那 所以load on demand算是好寫 它很好 就是你可以順順 你順著想下去 你最後 就是即使沒有人跟你講 這叫load on demand 你都會寫出這個結果來 好那它的缺點是什麼 它的缺點第一個就是 呃 它有點浪費 如果你的query per second很高 假設你今天是100 你QPS有到100 就是request per second可能是 100還是200 也就是每秒鐘 100個人打過來 那假設很不幸的 剛好這個case下 有同時間有20個人 他們在query這個 會產生cash miss的 或者是cash expire的 的resource的時候 因為現在都是 現在都是那個 Rest for API 你的Rest for API 你今天都是 譬如說一個user 或者是一個 一個item 然後你後面給一個item id 好 就假設你今天 你今天這個get 一個 Rest for API 然後 同時間剛好有10個人 都在get這個resource 然後很不幸的 他cash aspire 那會發生什麼事 這10個人 都發現cash aspire 他們都 他們每 這10個request 同時間一起 往sql.db 或什麼database 要了資料回來 然後他們又同一時間 都去寫cash 這是一個浪費的 因為這10個操作 這10個操作其實 只要有一個人去做就好 但他變10個 那這時候怎麼辦 沒有什麼辦法 量半 反正你的程式 如果寫對了 整件事情 應該是 一致的 idempotent 就是 我A做跟B做 我還是C做 你做多少次 結果都會一樣 所以 這種時候 就是量半 你就是浪費 OK 那所以 但是這不代表loaddown裡面 你就不做 你就不要用 這個switch很不好 並沒有 這switch其實很好 好在什麼 好在 你可以早點下班 你反正 這個今天 根據你的情境下面你用 你發現 我今天 這個 就是 可能的理論上限值 理論上限的QPS 就很低 假設我 這個服務 他的QPS 我怎麼滿打滿算 他就不可能超過10 那你真的要搞batch job 搞一個message queue來 然後去更新DB 或者是去 或者是去定時更新你的 去去搞preload嗎 不用啊 你就用load on demand就好了 對啊 因為如果我的 可預測的 query request per second 對這個 對這種resource request per second 沒有那麼高 那其實我用 user request 來幫助我preload就好 當然前提是 撈出我要的business object 因為有時候 我去DB要資料回來 我可能不是只query一個table 或者我的query很複雜 它可能是一個什麼 join了10個table的query 我不曉得現在還有沒有人 開發應用 會去join10個seql table 如果有amito 那不管怎樣 如果你有這種 當然你就很希望catch它 然後後面的 不要去suffer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 當然 那個trigger的人 他就很倒楣 因為他就hand在那個地方了 所以 是不是要load on demand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看 一旦catch miss的時候 這個penalty有多大 對那個用戶來說 對這個request的人來說 他幫你去把 資料庫裡的東西 拉回來 從entity層到你的 辨識室內層 這一系列的辨識 upject拉回來 然後往catch裡面一塞 幫你把這些catch 統統control好 統統update完 這個動作的成本有多高 要花多久 如果它很高很久 如果這種情境 像你的query per second的量 其實 你的整個request per second 其實很高 你就最好不要用load on demand OK 那這件事情怎麼看 很簡單啊 你如果 這邊順便統計一下 這個有用datadog 或者是neuralic 可以舉個手嗎 家裡有用 用的還蠻低的 要用 或者自己想辦法 搞一個什麼東西 去看一下 看一下你的 當然啦 如果說你們的量就不大 那當然就不用了 或者是你是SI 或者你是2B的 然後 或者是你是企業用戶 企業 企業內部用的系統 那可能用不到啦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達到自己的產品 自己的服務 你的對象是 是公開的市場 然後可能的用戶 或者是request per second 是幾百起跳的 那要用 因為自己開發絕對不划算 OK 這另外題外話 那 好 所以 你如果看到你的 那個 你的這個 100 percentile 就是你的 你看到你的response time 它被span很開 有的 有的response time 是 20微秒 有的response time 有的response time 是2秒 OK 就是說 你發現 你的 你的那個 你的request裡面 那些 不小心中標了 它要去 或者是不小心 catch me catch aspire的 那些request 盡量花這麼長的時間 才能回來 那 拜託你去 這個 考慮轉一個策略 不要再用 low on demand 一般來說 這個penalty 我自己在開發 我自己的經驗數字 差不多是 70微秒吧 在新的google google page 或者是 那個 現在google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是取決於到底 特別在2c的應用下面 是取決於 google 會不會因此 把你們的網站降頻 OK google對網站的評分 是根據response time 來決定的 如果你今天 開發出來的網頁 它的response time 很差 比如說 大於200微秒 他可能就覺得 不OK 他就給你 他就把你的 那個page rank 還是什麼東西也下降了 OK 所以如果你在追 你在追求 你 你的seo的事 那 有可能 load on demand 就不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OK 或者說 你絕對不希望 你的max response time 超過多少的時候 假設 你的max response time 是 0.5秒好了 那 這時候 然後你 你一旦catch miss 對不起 就是 那個做這件事情 就是要 一秒鐘起跳 那這時候 load on demand 就不是一個好策略 就拜託不要 load on demand always preload了 OK 那preload 他 就增加程式碼複雜度 preload有兩種策略 第一個是 badge job 我每隔一段時間 去資料庫 撈一撈 然後把你更新 或者是去data storage 就是撈出來 然後整個把我的catch給蓋掉 這是一種策略 或者說我是去 資料庫裡 query 有被更新 根據updated updated 或者是一個timestamp 去撈那些有被更新的資料 然後把這個更新的資料 去update我的 update我的 這個redis 這是一種策略 另外一種策略 是message queue 每一次 有人塞 有人去這個更新資料庫了 那 就是write through了 其實write through應該有個單一張投影片講的 就是我今天 有人更新資料庫 當data source or truth 改變的時候 我怎麼更新我的redis 我的redis裡面的cache 那一種策略就是說 你寫的人你就負責更新啊 這個是在如果你的那個redis的model很好 很好很好改 而且他沒有太多aggregation 他不需要先去query其他亂七八糟一堆table 才能夠伸出我要的aggregation的時候 那如果你要那怎麼辦 那只好用message queue了 那就用message queue了 或者你就是等batchjob吧 那什麼時候你要message queue 去更新你的這個 去更新你的cache 那當然就是你的這個 你的 你今天希望他的 consistency的latency 說得更短 因為你如果一個小時更新一次 那最糟糕的情況下 你會看到59分鐘前的資料 或59分59秒前的資料 可是如果你每一次 你今天改用 加了一個message queue在那裡 那你就有辦法更快 OK糟糕 好 那快速講一下key design 那key design 口訣人事實地物 當你今天設計key的時候 記住你always去看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key的type 然後再來是 你有multi region的話 你的region加進去 然後你今天時間 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但是時間加的時候 不是always是全部加進去的 是要看你的根據的retention來加的 OK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我的user 要我的user 我今天比如說user profile好了 那我希望user profile 我今天希望user profile 放在redis裡面 好 那我會有userid嗎 user type是user 然後我有個userid 那一般來說 我們在userid後面 還會加個timestamp 好 那這個timestamp 其實只有年月日而已 好 因為這樣子我可以 要去carry個user profile的時候 我偷偷問一下現在時間是多少 然後我把年月日帶著 我現在下去問 我get出來的是這一天的user profile 好 好 那 這樣子的話 到了第二天 它又是一筆新的資料了 OK 它又是一筆新的資料 也就是最糟糕的情況下 我會拿到 我會拿到 我的data只會有一天的差距 好 那這樣設計的好處是 我每一次去塞Redis的時候 我可以讓它是只有 我可以讓它 我可以讓它 我都會給它一個aspiration 好 這講到後面一個 data eviction 在記住 Redis cache是memory的 所以你那個memory leak 是很可怕的事情 OK 你不會希望 你們 我不知道這邊用過 大家都用過 大家都用過Redis吧 OK 好 你寫一筆資料到Redis裡面的時候 你沒有給aspiration的可以舉個手嗎 如果你沒有 拜託回去趕快去給 那 那當然它可以default設 它的expiration是多少 可是不管怎麼樣 你最好是自己 每一筆資料設進去的時候 都給它expiration 因為不給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它其實是memory leak 除非你今天可以保證 你的theoretical data set 的size 是不會超過 不會爆掉的 不會超過你的Redis上限的 不然的話 你要小心 然後再來是 記住你的hashtable底下 是沒有辦法單獨設定的 hashtable底下沒有辦法單獨設定的 好 這些我就不講了 直接講使用案例 好 那 直接想像一下 我們有一個 停車場 好 左邊圓圈圈是actor 就是 誰來工作 誰要做什麼事情 我會有一個user 他已經occupy了 或者是user 他要放出一個 釋放一個車位 然後再來是 我有一個車位的主人 他可以把車位要回來 或者是把車位釋放回去 好 好 那 在這種情況下面 我的Redis 的key 要怎麼設計 然後我的value 會是什麼 好 那 這是一個parking lot update service 你就想像一下 你今天開一台車進來 然後我今天是要租車的人 那這時候我要快速的找到我的車位 這個停車場的車位 好 那我可以 我的key 我是設計成一個parking field actions 然後後面是 YYY MMDD MM HHMM 也就是說 這一個 這個cache 它的key 這個 這個cache 它的一筆entry 它的生存時間是一分鐘 也就是說 一分鐘後 這個key 就不一樣了 來access 它得到的東西就不一樣了 它會得到一個新的 好 那舊的 我可能就是 這 沒 然後我可能把它TTL 設成是 time to live 設成比如說 五分鐘三分鐘 或者是 一天好了 好 anyway 那不管怎麼樣 我就可以用這個東西去 呃 我這邊設成20分鐘了 好 那 那 我之所以要這個東西 就是說 呃 我可以快速的用這個來找到說 現在 到底 呃 停車場裡面 到底所有的停車場 先假設 因為全台灣假設我有 我今天全台灣假設我有三千個停車場好了 每個停車場裡面有 呃 五百個車位好了 好 這個theoretical data size很大嗎 其實很小 對不對 其實很小 但是 每一個 來用我的停車場服務的人 他都希望馬上看到 呃 譬如說有個台灣的地圖 然後台北市有二十五十個停車場 然後每個停車場現在有多少個空間 空位 我希望馬上可以看到空位的數量 好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境 所有的用戶都看到 呃 同一張台灣地圖 因為他們都在台灣開車嘛 對不對 然後他們都應該看到 同樣的數字 對不對 但是同樣同一時間我們又希望這個東西的expiration 還有它的更新要夠快 好 要夠快 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可以用一個很短的timestamp 然後我 我backend的job 當然就是 拚命跑啊 我可能就是每分鐘跑一次 或每三十秒跑一次 好 比如說我每三十秒 撈table一次 只要這個table速度夠快 我其實就撈一次 我可以去撈一個那個假設SQL table好了 我去replica那個table撈 撈回來的資料 撈回來的整個table撈回來馬上算出 就是馬上算出來說 到底哪個車位是空的 哪個車位是 是 是有被贊助的 好 然後最後我可以 算出一個 統計 就是每個停車場的統計 統計的 車位 就是 剩餘車 這個停車場 剩餘車位是 0個 那個停車場 B停車場 它的剩餘車位是3個 好 我就可以把這些東西 做成一個巨大的list 然後像這樣子 塞到一個key value你底下 那 任何一個人 今天想要知道 我的這個停車場管理系統 底下所有的車位 目前全台灣所有的停車場 所有車位的狀況 我只要一個request 就辦得到了 好 那這個的response time 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短 好 可能是這個 30 30秒 不是 對不起 這個30ms 對不起 不是30秒 30秒 或者是50ms 這樣的水準 OK 甚至可以更短 好 那 當然這時候我是跑 是一種很短的東西 我當然是用preloading 我就不可能用on demand load on demand 我要preload 為什麼 因為penalty 因為這個query per second 是很高的 講錯了 這個request per second 是很高的 可能同一時間 有10個人都要問 我不希望這10個人 都造成cache miss 因為這10個人 都會去造成4 table scan 然後去伸出 我去伸出全台灣的 這個停車場的資料 這是我不希望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們如果設計出來的 redis table 這樣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避開 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好 那你看到我這裡用的 不是單純的 set get 我今天用的是r push 我今天用r push 我今天用r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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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get 因為r push 它是一個list 所以redis 它可以支援 各種不同的datatype 好 那 考慮剛剛那個停車場的例子 那我今天 要怎麼去 這個看這個parking lot 那這邊是另外一個 OK 呃 時間剩下1分鐘 我現在好像時間不太夠 好 那我先把這個 這邊就我先跳過 直接跳到結論區好了 對 這 這邊真的太多張了 好 好 那 對java人而言 其實你可以把redis 當成是一個 distributed collection API 好 就是你 你看到java collection API 裡面你有list嗎 你有hash table 就是map 然後你有這個 各式各樣的set 你有set 你有各式各樣的dataset type 好 你可以把redis 當成是一個centralized 其實不能講distributed 對不起 你可以講centralized 的一個 in memory的 centralized的一個collection API 好 就是說 你對資料的儲存 不再是把它 變成像 ER model這樣 變成ER model 再放到資料 再放到 SQL DB裡面這樣 而是 你既然 在java的application裡面 已經是collection了 你就直接把這個collection map 成另外一種collection 然後丟到 丟到redis裡面去就好了 OK 只是 你要去考慮 剛剛講的retention 你要考慮 剛剛講的qps 你要考慮剛剛講的reusability 你不能夠無腦的 這個reusability明明很差 你也往redis裡面丟 除非你把redis當資料雇用 那 你什麼時候把redis當資料雇用 你今天是stop的時候 你可能就這麼幹了 你是stop你就這麼做 那 只要是針對user 流量到online request 把redis當作cqrs的redata store 那其實 都是 然後再來就是 想一下你的time to live 你的expiration 你的eviction 每一次開 每一次要塞一筆資料進去 每次要開一種新的collection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這個東西 然後你都把它寫進去 這個data expiration不是事後再來解決的 data expiration是 你在做的時候就要解決了 因為隨著時間經過 它是有可能突然間 咬回來然後導致你system crash的 OK 那那個時候會非常的 非常的刺激 你可能整個突然間 都前面三個月都運作好好的 然後你的服務都是200個ms 然後突然之間 所有人都變成2秒鐘5秒鐘起跳 OK 你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那你的 因為你的redis已經全滿了 你的redis memory已經99%了 好 你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那就是要小心 好 然後 大概是這樣 好